好你可以说了 他说这种专业出来以后 至少年薪百万以上 就等着数钱似的 胡说八道吗 我当时就 我给你讲张雪峰 张雪峰 对我理解 我先介绍一下 Selena孩子的情况 Selena孩子现在初一的水平 高中阶段的数学竞赛 他可以大概能拿到很好的成绩 具体什么成绩不清楚 他孩子现在在学算法 在学编程 编程的书 孩子入门很快 好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我给你讲一下Selena 你可以继续讲 如果你还要继续说的 我就说 我跟张雪峰聊 张雪峰说 他说数学人是很好的专业 他说数学可以断定人的思维 毕竟学好以后转方向很好 比如说 学好了以后 4年的基础 大学数学基础打好了以后 学金融 学什么计算机都非常好 他说 这样以后 你就等着家里数钱就是了 他说年入百万不是梦 我给你讲 张雪峰 张雪峰没有想象过550分以上的 这些人的水平 我不仅见过550分以上这些人的水平 而且我见过 人类在计算机领域里面最强的那些人 和人类在数学领域上最强的那些人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完全没有 没有可比性 他的意思 我听他的意思 如果需要想计算机学得很好的 需要数学学得好的 其实可以 出类旁通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不对不对不对 operating system 操作系统是操作系统 编译器是编译器 深度学习深度学习 AI agent是AI agent 网络是网络 签锁式签锁式 数学就是代数 就是几何 就是组合数学 是分析符分析 高一些的 比如说像什么 星际核或者书轮 密码学 没有任何关系 这两个东西 没有任何关系 对 我 我儿子他学的 他说算法 其实本质上也是数学竞赛当中的 一门 因为 你孩子在这个阶段上学的算法 跟数学竞赛 可能他觉得有相似的东西 只要他深入医学 他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你发现物理好像也是数学 其实不是的 近代物理 近20年的物理跟数学 数学是一种工具 但是他跟数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好像我要到大楼 我需要铲子 我需要盖房的逆子 但是我需要去学造逆子 我需要学几天 不需要 他可以是一个工具 但是他跟这个工具你不要学 不要拿他当做专业 数学是很好的数学工具 是很好的模型工具 是很好的分析工具 是很好的什么工具 但是你不要学这个专业 因为这个专业跟你所做的事情完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张雪峰还是那句话 张雪峰没有见到过 550分以上的这些人的世界 拿到全球IMO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 高二高三连续拿两 两届金牌 他现在在Facebook在Google在写C++ 干本科生一样的工作 我直系学长 你懂吗 他已经他不在线了 稍等他一下 你说你说 你又又恢复了 我说张雪峰甚至给那些全省排名在2000位以上 甚至1000位以内的那帮人 推荐的复旦大学数学系 所以 所以最后这帮人一定会回过头来骂他 你张雪峰不认识复旦大学的人 但是复旦大学里边的学生知道数学是个垃圾专专 张雪峰对这些人根本没有认知 只要你孩子到那个分数上你考进去了 你发现我 张雪峰把我给坑了 因为张雪峰的观众也没有到这个层次上 复旦大学新华大学北京大学里面的数学专业的分数线都是公开的 在每个学校里面这个专业的分数线都是中下游 这个学校这个分数段的学生们自己很清楚 这个专业不是好专业懂吗 张雪峰不懂这个东西 张雪峰可以瞎指挥 但是这个学生们自己之后就会警务过来的 张雪峰是会最后会被反噬的 不要听他的 听张雪峰的没有任何意义 他说他说可以自由的转专业转业也是非常好转的 这个转专业 比如说大学四年以后转专业跨专业考研难度大吗 因为我都说 我告诉你一个事情 你可以跨 但是你本科那四年学的东西永久都没有学上 懂吗 学你那四年浪费了 你本科的四年完完全全的都全浪费了 你既然要学计算机 要当程序员 要做量化金融 你为什么不早点学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逻辑就讲不通 我要去复旦学数学 我再转 转编程 人家比你差一个档次的学校 我就说普通的 比如说985 华中科技大学 人家计算机 比你复旦大学数学系可能低个二三十分 人家学了大学四年学了编程 有实习 有开源项目 有简历 有做项目 跟导师发了论文 你四年学了四年数学 你跟人家怎么比 你可以跨中业考过去 你那个端板补上了吗 你的实习在哪里 你的论文在哪里 你的项目在哪里 你的开源在哪里 你的简历在哪里 等于是四年青春浪费了是吧 数学就是数学 我反复跟你们讲数学 不要神话数学这个东西 数学就是数学 数学不是任何东西 学了几何就是学了几何 学了代数就是代数 学了现金代数就是现金代数 学了负变材数就是负变材数 学了什么数分析 学了什么组合数学 他只是数学 他除了数学以外 他什么都不是 不要对这个东西有充满 但是技术有点通的 竞赛方面 组合方面是和 我也看题目是很像 错误 错误 我告诉你 比如说组合数学 有一些非常1970年代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maxflow mincat 3set 这些问题可以转化成为一些组合数学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或者转化一些图类的问题 或者比如像Ramsyn number可以转化成为组合数学的问题 但是那仅此而已 那是1970年的事情 今天2023年2024年 计算机科学compare size翻天覆地日行月异 跟数学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好吧 Celena Law这个线又断掉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了 不要跟张雪峰 跟他 张雪峰我还是那句话 他的认知水平 他400分的学生 500分的学生告诉你 你学个铁道 学个什么 牙医学个学 怎么考工 文科怎么样救一救自己 他在行 在一些水平以上的这些人 张雪峰一无所知 他说的这个东西 为什么 我觉得他也是 因为他的错误特别多 所以这些人也懒得出来一条一条 针对他辩驳了 就是没有办法 不要 张雪峰说的东西 不要这种 越是 我觉得600分以上 500分以上的东西 就不要听他的了 这个没有用 孩子 孩子现在可以试错 喜欢数学 学数学 学计算机 但是 我就告诉你 孩子最后一定会转到计算机去的 理论计算机的那些东西 跟数学很像 已经都没有人学了 纯数学 或者游用数学那些东西 非常非常非常无聊 从事这个行业 数学是一个大的专业 中国多少人学数学 中国多少人研究数学 研究纯数学 研究应用数学 研究计算 研究各种计算 在生物 在化学 在什么物理里面的作用 的方向实验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这个早就有公识了 屁用都没有 你仔细看那些 京北复教的分数线 可能数学系 真的还不如计算机系的分数线 是吧 计算机 我跟你讲 你大学里面学的有 就我跟你讲 现在什么情况 大学里面 如果你做一些 比如说AI 比如说 或者是 或者做一开业项目 你拿着这个项目 出去 就像融2000万 可以融出来 融2000万的天使轮的基金 你数学这个东西 就是没有用 中国这么多人学数学 有什么用 秋成同心的也在中国 天刚也在中国 数学这个领域里面 非常非常透明 你到底有什么用 一目了然 谁也骗不了 中国不是说 中国就那么三五个人学数学 中国每个学校数学系 都有几十个教授 几百个学生 几百个博士 几百个术师 有一堆数学研究院 有一堆数学大会 数学会议 每天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开 没有什么新东西 张雪峰 他不懂这个东西 他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另外 另外我小孩 可能还没到了这个时候 其实我想 替你有些高考的学生 问一下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能够 够复旦大学的数学系 也能够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机系 你觉得报哪个有哪个好一点 如果有钱 我建议华中科技大学的计算机系 转学到美国来 是国内的 如果是国内那种的 如果是没什么很多钱 一般就是国内 他有人会建议 像张雪峰这种 还有很多那种辅导 报志愿的人 会叫你报复旦大学数学系 因为复旦 好 他那里断掉了 我看看是不是 好了 我又好了 好 因为复旦大学数学系 这个学校牌子好一些 是吧 我跟你讲 所有人 你不读 任何人 学校也可以给你这么讲 报志愿的老师也可以这么给你讲 社会也可以这么给你讲 你爸妈也可以这么给你讲 唯独你自己不能这么想 我给很多人做的功课 就是你自己要 明白 学华科学计算机 你是牺牲这个学校名校的情节 你四年忍过来 我要告诉你们这一点 四年你要忍过来 要放弃复旦的数学 复旦的这个名头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你真的去复旦学了数学 你爸妈以你为复旦学子为荣 学校已交出来一个复旦的学子为荣 包括招考的老师以帮孩子填复旦为荣 只有你自己那四年踏踏实实学数学 数学那个狗屎课是你自己吃下去的 知道吗 你考上复旦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了虚荣 只有你自己没有 因为你自己是真的要进复旦去学数学 数学那个东西是真的非常枯燥 非常没有用 我就告诉你数学不是说我有了数学思维 我可以干别的 有数学思维你可以干别的 但是你不要说我有数学思维 我要学数学 或者我学数学专业 我培养数学思维 这是狗屁 有数学思维的人 我就告诉你 RMO数学金牌的马腾宇 现在在斯坦复旦的计算机器 他根本就 我根本就不考虑数学这条路了 我早点转 早点转 早开心 早点转 早有好的成就 越婉转的那些人 越吃亏 越吃大亏 我告诉你 还有党哥 你看现在全球经济好像是萎靡 你觉得这个计算机专业 还会几乎什么下去吗 全世界萎靡 找一个比计算机 更有前途的专业出来 我经常就跟你们讲说 现在我假设计算机 是很垃圾的专业 挑一个比它更好的专业出来 这个话题就扯远了 你像中国现在搞了搞去 计算机风是高 但是那个什么 复旦的微电子 那是这种带工程性质的芯片 微电子这种 不是也挺热的吗 这种 我还是那句话 复旦大学的计算机器 现在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的计算机器 周志华那个组 现在我告诉你 毕业的学生起薪年薪 80万 中位数110万120万 还有一大批创业出去的 复旦大学比 复旦大学比南京大学 周志华的硕士还是博士 硕士博士都算在一起 就你可以只看硕士 也是平均100万左右 复旦大学的微电子 我告诉你 起薪40万50万 不到肯定到不了50万 复旦大学微电子 起薪30万左右 35万左右 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这个数字 南京大学周志华 南京大学都 你已经瞧不上了 南京大学是什么学校 这个已经掉队了 南京大学的周志华组 有个毕业生的统计 他自己的硕士 毕业生的统计 博士毕业生统计 除了去美国读博士的以外 那些人不赚钱 生意的人 就是80万起 明白了吗 我再告诉你一点 清华大学里面 融资最多的 就是计算机系懂吗 不是可能是 清华大学里面 多少孵化器里 孵化出了计算机系的 几千万的往里融钱 微电子系 有多少个芯片让你去做 你们对微电子 这个行业 不懂这个东西 随便一个半导体 如果流片出来 至少需要几千万的钱 能够一个很好的 一堆的科技公司 或者AI公司 能够够他们的 根本我觉得 没有什么可以聊的东西 微电子市场 复旦大学 或者是强985的 这几个学校的 毕业生的水平 你看一看去 都是多少钱 计算机器的那些人 你看一看 他们找工作多少钱 就是说 韩国大这个级别 都告诉你 去快手去小龙书 做搜广推 这个级别的平均价格 平均的工资 去做搜广推 起薪50万到60万一年 还有党哥 我问你 你说这个985 还有名牌大学 计算机器 我往下再讲一点 比如说像普通的211 像上海大学这种21 还有计算机器出来 出路也可以吗 上海大学 如果你不去学计算机 你去一个 比他再强一点点的 墨流985 学个非计算机器 你看一看出路是什么样子 上海大学的211 你毕业 你可以面皮诺多 可以面蚂蚁金服 可以面什么公司 你是一个什么微电子 什么末流211 或者是比上海大学 强一点211 毕业出来之后 你看都是什么出路 你要枯纸变量比 你不能拿上海大学的211 计算机和清华的微电子比 这个是不行的 你拿上海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一个租我家房子的 这可能是特殊情况 我在上海有一个房子 做我家房子的小伙子 他是上海大学 微电子毕业的 在华为 一个月两三万 本科生 你知道拼多多现在 给新毕业的学生多少钱吗 拼多多 新毕业的本科生 计算机吗 对 也就两三万 一万一万的两三万 不是 我不知道 60万60万一年的年薪 拼多多 一个月五万 上海大学这种档次的 计算机能进进去吗 能进 拼多多现在招人很多 能进 就是拼多多 我不聊别的 就拼多多 给50万60万左右 一个月五万块钱左右 你华为给两三万 拼多多在上海本地 就给五万块钱 这个 现在就位情况不是不好吗 那上海大学这个档次的 市区的情况不好 我告诉你 拼多多以前普通的 以前的比较差的 要拼多多以前也要 现在只不过拼多多提上来了 就是必须211本说了 是比以前差很多了 以前普通一本的 也能进拼多多 也能拿这个钱 我告诉你 懂吗 听懂了吗 那里没声音了 我听不见你 我搬请下去了 党哥你好 党哥 说 我想问一下 我自己做生意 做在浙江这边 做那个童装企业的 想问一下 有合适的那种商业地产 那种厂房 那种诸售比在五到六个点的那种 可以买吗 法拍的 可以买 可以买 很明智 非常明智 跟我讲讲呗 因为有的人也需要不要买 买可以买 6%的回报率 当然可以买了 好吧 那如果低于多少 不要买的 这个Selena Law上来 我就官房了 低于5%就不要买了 我说实话 你应该奔着10%买 奔着10% 现在没有10%呗 可以找吗 可以找 行 我知道了 好的 就是起步就是5 低于5就不要买了 对 低于5就不要买了 好的 那还有个问题 好 我先跟Selena Law说一下 你听到我给你讲的这个话了吗 听到 听到了 你以为华为 华为给两 华为是出了名的类手线 其次拼得多其实也很累 但是我告诉你 不要觉得华为给两三万很多 懂了吗 我再告诉你一点 Murnshot 月之暗面 或者说像什么六小虎 什么质朴 质朴AI 01万物 这些给的都是上市之前的期权 如果上市了 如果被收购了 这些公司的股份都会很值钱的 华为是不 华为虚拟股 是要自己掏钱买的 从你一个月两三万里面扣的 你对计算机行业一点都不了解 这个Selena Law 我跟你讲 这个50万是起薪 50万60万是起薪 你再往上升一级 就到了将近70万 80万左右 再升一级 到了100 100万 120万左右 再往上升一点 可能 我听你讲这些东西 像讲神话一样 再往上涨一点 120 2030 为什么阿里会裁员 我问你 因为阿里有一大批的人是 批8左右 每年拿200万的年薪的收入 他不干活 他就是拿200万 他狗批都不懂 这个业务也不懂 只会下面的人去干 他就不干活 有一批是这种人 你是天天想 华为拿多少钱 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对这个东西是市场 我是不懂 我跟你讲 我不好透露我公司的名字 但是我跟你讲 我是存在化工的 你知道化学的 我知道 就是化工大头 就是50万左右 你知道化工新毕业的博士 一年多少钱 我不用跟你聊这个事情 我不用跟你聊 我知道 就是20万左右 对 你那非常清楚 所以我就 这个山野模式很清楚 不是 我不跟你聊专业 我跟你聊行业 我不跟你聊专业 你听我说 我不跟你聊专业 我现在不跟你聊专业 我跟你聊行业 小红书 可能有一万人 一万员工左右 全中国14亿人 他妈每天都在小屋书上买东西 这工资少得了吗 对 这公司赚 这公司他妈得多赚钱 你用脑子想一想 半导体行业里面 有几个像华为 华为这么赚钱的 除了华为还有吗 我告诉你 小米起薪30万 30万左右 小米给的钱就是最少的 小米不是互联网公司 小米给的钱很少 除了华为还有吗 我告诉你 拼多算一个互联网企业 美团算一个 中国人他妈每天都得吃盒饭 吃盒饭就得给美团上贡 阿里算一个 京东算一个 腾讯算一个 字节跳动算一个 快手算一个 这他妈多少公司 半导体 半导体公司 哔哔哔哔哔 知乎我就不提了这些 这些这些在下边 下边公司就不提了 半导体公司 有他妈多少 能做到华为这个地步的 我再告诉你一个事情 半导体行业最好的 这些最牛逼的人 可能就是进华为 他自己创业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资本 刚毕业的学生 你知道吗 半导体行业 你刚毕业的学生 我创业 我造一个芯片 不可能放狗屁 这个是要经验的 这个是要技术路线图的 这个需要行业的知识的 但是计算机行业 很多人就一心二白 白手起家 一无所有的时候 做了一个app 就爆火了 就冲着 冲着10亿 10亿美元的估值上 过去了 你懂吗 像那个 Demi周 Pica Labs 斯坦福的一个 两个女生 做了一个生成动画的 我不需要融资 结果半导体做一个芯片 得多少人 然后多么大一个流程 设计 验证 这个Verification Validation Simulation 然后把它到下一步 流片测试 封装 然后再往外卖 人家两个女生 做了一个生成视频的 一个app 生成视频的一个网站 一个服务 跟OpenAI出了 SORA之后 他们俩自己做了一个服务 容了几个亿美元 我想问一下 你说计算机这么好 那对于美国这一个自由市场来说 那这么好 就这么高 这么薪资这么高 如果在美国社会里面 那很多人都会去竞争这个东西 没有人会阻止你 是 但是问题就是 只要你聪明人都会竞争这个东西 对吧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对 那就是说 这个行业会囊括 基本上美国社会 基本上90%以上的聪明人 都会往这边走了 有一些极其顶级聪明的人 他有他其他的办法 人分两种 一种是我刻苦 我聪明 我解决问题 我解决数学问题 解决编程问题 我解决逻辑问题 我解决组织问题 理解产品问题聪明 还有一种聪明人 是我小聪明 我在华尔街 我怎么做个基金 我怎么做个这个 我怎么做一个金融产品 我怎么往外卖 我怎么打造自己 这世界上的聪明是多个维度的 不要说聪明人 聪明人是有一万种聪明人 有的人是专门解决数学的聪明 有的人是编程的聪明 有的人是商业的聪明 有的人是小聪明 因为你们没有见过 最聪明的数学的那些人 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 数学那些人 有没有赚大钱的 有 当年陈醒生的好朋友 西蒙斯 西蒙斯 他做电话基金 做的特别好 他赚了可能 西蒙斯这个人 前段时间刚试试 他的身价可能得有 11位数或者12位数 非常非常多 他的财富已经想象不到了 但是他为什么那么富有 是因为他学了数学吗 我告诉你 是因为他在那个时期 没有他妈没有什么人 做电话基金 他做了 今天此时此刻 你是一个西蒙斯一样 特别牛逼的人 你做电话基金赚不到钱 电话基金 总的高频交易是吧 对 做模型 不断的变换模型是吧 有一批做电话基金 成功牛逼的人 但是他们是比你 早做20年30年的人 早做50年的人 今天你自己做 你是他妈没有前途的 懂吗 你数学多好 当年为什么这些人 当年有一批数学 学的特别好的人 当年干什么都能赚钱 美国80年代90年代 干什么都能赚钱 所以有一批人 允许他们在任何领域里赚钱 今天不是的 今天要靠专业知识了 像陶哲宣这种 你觉得他怎么样 陶哲宣这种 没什么可聊的 你要是指望陶哲 我跟你讲 你孩子成为陶哲宣的概率 非常非常小 那基本上不可能 但是做他的跟随者呢 跟随者就没有饭吃了 我告诉你 你孩子能成为秋成童 陈醒生的概率都很小 问题是他们的跟随者 也没有饭吃现在 北大数学 我不说他们吧 北大数学系 北京中国国际数学学院里面 有一大批的孩子 都非常非常聪明 都可能跟你的孩子 不相上下 那些人现在 一年拿着十几万的工资 做博士后子 在北京 没有钱 就说伟东一 叫伟东一这种 对 伟东一 伟东一其实也很差劲 伟东一现在做的方向是死的 伟东一这辈子 就差不多这样子了 伟东一做的方向是坏方向 没有用 所以你们鼓吹数学 我告诉你 我同学里面 有一批在美国读完博士 然后在做完博士后 很幸运的 在美国拿到了博士 拿到了教职 美国的学校的教职 这些人是非常非常 极其罕见 极其幸运的 他不是说我优秀 他是幸运的 到这个层次 我选了一个好导师 选了一个好方向 解决了一个还不错的问题 我找的教职 他们的收入也不是很多 他们已经数学领域 有一群人 行业外的 像我的领导 我领导是搞化工的专家 他说伟东一 他说伟东一应该很能挣钱 他说什么 他说你现在航天航空 那些数学流体问题 没有关系 他都会找他来解决 他做一个项目 航天航空这些东西 允许他们这么想 他们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 我就跟你讲 一个做书论的 找一个人 我跟你聊聊组合数学 聊聊什么 聊这个几何 根本就聊不进去 根本我这个东西 跟我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人 对数学的认知 是有很差劲的 我觉得你对数学的认知 必须要怎么说 我觉得你们可能 你们这领导大学 可能都没有学过数学 他读过大学 蓝州大学的博士 他可能在他领域里面 很了解 但是在数学领域里 他的一无所知 化学博士 我们是老化工 这种人允许他瞎想 但是没有用 瞎想这个世界 不是以他的意志去旋转的 不是说 伟东义解决火箭问题 伟东义解决芯片 伟东义解决量子计算 狗屁 伟东义连组合数学 他都不懂 因为他就不是研究组合数学的 他连 有时候连密码学的 这些基本的数学 他都不懂 因为他只 他只懂自己 这个领域里面 非常小的一个方向 就陶泽轩 他也研究是什么微风方程 是吧 像陶泽轩那种人 就非常罕见了 他能有几个领域 他能一直在研究 这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人 在数学领域 所以说我就觉得 计算机 我再给你讲个事情 楼天成 你看现在我说 楼教主吗 对 楼天成 你也知道 他现在pony 估计马上要上市了 做自动驾驶的是吧 计算机行业里面 到处都是这种神话 你说哪个IMO的金牌 我一直做数学 我能做到这个地步 估计要转 软了才行 对 或者是比如说 你看一看 咱不聊那些远的大的 就近一年两年的这些人 谁融了资 哪公司发展的比较快 他们招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不讲那种顶级 像楼教主这种 我觉得你就说 我做一些这些人的跟班 跟班的跟班 也收入也会可以 是吧 就这些人的跟班的跟班 你给楼天成跟班 你现在身价9个亿 不是 现在身价9个数 得上亿了 现在 不是跟楼天成 跟楼天成的竞争对手 跟他们的竞争对手 比楼天成弱的竞争对手 做更班 也可以是吧 可以 但是这个很开运气 因为有的人 他就到P8了 裁掉了 200万 挣到多少岁 就裁掉了 有的人 我有机会 我变成下一个楼天成 这个都是运气问题 这个行业 因为它直接 计算机是直接面对商业社会的 我要做产品 我要卖钱 网上一直推 这个四十几岁计算机实业这个事情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因为我告诉你 有一批人大学学的是什么垃圾专业 甚至大专生本 他在阿里现在也赚200万 他也狗屁不懂 他也不上班 那为什么让职业人继续工作下去 你懂吗 阿里巴巴现在里面到处充满着这种人 你懂吗 我都怀疑阿里巴巴这次数学 数学竞赛 没出成绩 是不是这帮人在狗心斗角 没有 没有关系 这是另一回事 我会出视频讲另一回事 我就告诉你 阿里巴巴现在每个部门 每个领域都存在大量的 各个阶层的P8P9的 然后大学没有 大学没有普通的大学 然后就是普通二本 然后或者是一本 或者是怎么样 升到一个很高的级别上 不上班 一年拿200万 300万的年薪 有一大批这种人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 像阿里这种私营企业 这些老板允许这种事情 允许 允许 我阿里挣这么多 我过去 阿里过去挣这么多钱 我凭什么不允许 我过去 那跟阿里 类似的公司 比如说腾讯 是不是也有这种事情 当然有 每个公司都有 华为都有 我告诉你 阿里巴巴的 每年的revenue 是100多billion 就是1000亿美元 1000亿美元 差不多每年 对 每年差不多1000亿美元 是每个季度 他在里面 他为什么不能养这些人 他过去很赚钱 他只不过现在说 我增长不了 你到现在也挣钱 那么现在这些淘宝买东西 其实还是主力 对我来说 淘宝买东西 所以阿里允许养这些人 告诉你 实在好 这些人不会跟你讲的 跟你讲 有些人赚钱 他不会跟你讲的 我是个傻逼 我是个二本 我是个三本 本科毕业 学了财经 学了材料 进了阿里 生了很快 我现在每一年赚300万 200万 什么都不会 我每天就谈一谈政治 做做PPT报告 我躺着 我不工作 我赚300万 他能跟你说这种话吗 现实就是这些人大量存在 你说数学领域 有什么机会 所以我跟你讲一点 让孩子早早接触商业社会 这个世界没有哪公司神童 我一个天才少年建起来的 但是有很多是 我早早看通商业社会 我有我的思考 我建起来的公司 你懂吗 所以说计算机再不好 有这么多人一碗饭吃 我跟你讲 为什么计算机不好 为什么一堆人骂他 有的人一年赚200万 一年赚150万 比如说 然后他骂街 他要买2000万的房子 然后把他裁掉了 他骂街 说你怎么把我裁掉了 我2000万的房子 还有房子还没还完 怎么办 我今年还要跟我媳妇 去新加坡旅游两趟怎么办 去那个什么 我还要我孩子去私立学校 一年我孩子搁搭 一年学费100万怎么办 他为什么要骂 他觉得他受了天大的委屈 你知道吗 这些人 他觉得他自己的不幸 都是阿里给他造成的 阿里一年给他成本200多万 用人的成本200多万 包括股票 期权 奖金加基本工资 200多万 我忽然把他裁掉了 他骂人 我想问你 在美国自由社会里面 他们谷歌微软 他们有这种人吗 有大量存在 谷歌微软也是有这样的人 是吧 对大量存在 那他们那些CEO 是不是也搞裁员 微软一年赚多少钱 过去裁了很多轮了 但是没有裁干净 这种人大量存在 就告诉你 微软有相当一批人 40岁 50岁60岁的年纪 每天的工作就是给 你看Windows新出一个 新出一功能 画画按钮 画画空间 这个怎么样 OK 或者是deny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一个新的 矿写一写逻辑 有一批人干这个活的 他们也拿 50万美元一年的年薪 怎么办 50万美金 所以就是 这个行业 为什么科技互来网行业 是好行业 全是 我做一个产品 我给一个人用 跟给10亿人用 是一样的 懂吗 我给10亿个人用 你们都给我交钱 我一个产品 但是 但是如果 如果你 进不了微软 或者是 美国的微软 中国的 阿里腾讯 这种 投不起 你在一些公司 中小的公司 你到了四五岁 你怎么弄呢 小的公司 比如说 中国是一个二本的水平 你到四五十岁 你赚一万 赚两万 你四五十岁 你其他行业的同学们 都在干嘛 你总是比这个东西 他是三本 他是大专 他四五十岁 你说 他一个月只能赚 一万 两万块钱 其他人 你同龄的那些 大专里的 其他人都干嘛去了 你得控制变量 小公司里面的 这些人的 就说实话 因为人特别多 所以 因为公司 红利还是 红利期是有的 小公司 不能给特别低 我跟你讲 还有 有那种公司 专门跟人家做的 这种 都是小公司 这种公司 那种公司招的什么样的 待着 待到 待到四五岁 你看一看里边招的是什么人 里边招的人是不是人 2024年高考400分的三本进去 让你写ERP是给你的福分 你能让你写ERP吗 我跟你说 我是特别 因为我在单位用ERP ERP每个月 每个月更新 那帮个写ERP的人 我就去骂他们 每个月更新的啥东西 对 我告诉你 那帮人一个月 也能赚一万块钱 那些纯垃圾 二本三本 大专的垃圾 给你写ERP 他们也能赚 一万五一个月 怎么办 这个价格 就是行情 没有办法 所以就没什么可聊的 这个问题 计算机就是好行业 确实 那这么长 我宁可为了保专业 高考的时候 拉个40分 40分去保个专业 拉个40分 不求学校保专业 差个40分都愿意去 是不是 首先这家长要认可 学校要认可 关键是孩子要认可 问题是孩子认可不了 孩子认可 得是他读大学 读了一年之后 发现这专业太傻逼了 现在问题是我这么选择的时候 孩子是不认可的 孩子要学好学校 读颤诺页 他也不愿意去 拆学校读计算机 孩子对这个东西 一无所知 孩子觉得专业 就跟两本书一样 一本数学 一本物理 一本化学书 一本基本上级书 我选一本书进来 我选一本书 我就读 我五本书 我选一本书读 孩子是脑子里 说这个东西 但是我告诉你 你选的是行业 你选的是未来 你选的是专业 你选的是公司 你听我说完 听我说完 孩子对这个东西 没有一点认识 孩子不知道 什么是融资 什么是企业 什么是风口 什么是基础 什么是革命 什么是商业 孩子批都不懂 你怎么样说服孩子 答应这个选项 你说服不了 懂吗 说服不了 那就看家长的认知 岂不是 就跟家长和小孩的关系好 家长的认知也没有 今天我如果不跟你讲 这个东西 你懂吗 我是比较惊讶的 你有认知吗 我今天如果不跟你讲 这个东西 你有认知吗 没有 我觉得那些 那些养老的 好公司的养老 居然还有 大量的这种人存在 你以为养老 都是清华大学 在里边养老吗 清华的本科在里边 清华的硕士 清华的博士 在阿里里边养老 一年拿30万 给你裁掉了 在那养老 是这样吗 可能吗 都是二本 都是三本 都是什么财经 垃圾材料的 机械的 电器的垃圾专业 进去阿里面 进阿里干了十年 拿300万的 拿200多万的 一年的package 在里边干活 因为你没有见过这些人 你看今天这个事情 今天如果我不跟你讲这个事情 你对这个东西 2010年 阿里能招到什么样的人 不就这种人吗 2010年 你自己2010年 你想一想 那个时候 谁他妈进阿里 阿里是个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 10年 10年腾讯还可以 阿里的话 10年谁他妈进腾讯 腾讯有了 我觉得我零几年 读大学的时候 QQ聊的火 你去上班去吗 你是学生 那个时候 你以为你不懂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 大家去的是微软 亚洲研究院 去Google 谷歌中国 那个时候 去什么思科 去IBM 去Oracle 做数据库 谁他妈 那个时候 阿里那个时候 真的只 就是二本 一本 二本三本里面招人 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 你根本 你对这个东西 一点都不了解 你自己 今天2024年的东西 你都不懂 2010年 你懂个什么 2010年的时候 中国一年 毕业计算机的学生 才多少人 那个时候 多少公司 在那成长成为 一万几千人的公司 人根本 他妈压根就不够用 那个时候 普通的 985 或者是再好一点 学校的学生 毕业根本就 他妈不工作 到美国读博士来 在国内 根本就找不到 一个像样的人 在那个时候 一个清华毕业的人 能在北京 踏踏实实工作 那你是得鼓起多大的勇气 你不到美国读 读博士 读博士来 2011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告诉你 2013年的时候 2013年以前 Facebook 直接飞到北京来招人 中国最牛逼的人 得先去Facebook面试 拿他们的offer 然后直接飞到美国来工作 根本他们中国的公司 他们一个都看不上 中国的微软亚洲研究院 什么Oracle IBM都看不上 你阿里是个什么东西 我去灭你 懂吗 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那个时候 对市场行情一无所知 Facebook 大概在2014年 2015年以前 一直在中国有招聘会 中国的清华北大的学生 直接来灭Facebook 我直接给你美国先生 直接来美国工作 你对这个东西 一无所知 那个时候 什么人 进阿里巴巴工作 我进淘宝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进百度 还有很多人进新浪 淘宝那个时候 根本就不靠钱 因为你对这个东西 理解程度是有问题的 所以 你说那些差的专业 差的学校 这么多扩招计算机的 你说这些差的学校计算机 它能教得好吗 教不好也有饭吃 教不好也有国企 也有事业单位 做微信小程序 等着你去干 教不好 你可以干产品经理 你可以干运营 进互联网公司 干产品经理是可以的 我教不好的学生 也比我学过数学要强 数学 他妈是个什么东西 你问问那些 普通的一本二本 什么山东理工学校 山东理工学院计算机 数学专业的学生 你问问他 你怎么不做练化基金呢 你他妈怎么不去华尔街呢 北京那个300个亿的练化基金 怎么你不去呢 这是他妈是人话吗 这东西 数学这么好 你怎么山东理工大学 数学专业 你怎么不去阿里呢 你怎么练了四年数学思维 你怎么不会编成呢 这他妈是人话吗 人家听完之后 人家不出你带嘴巴子 就天天听张雪峰 不要听信张雪峰的这种 这种这种浑化了 没有一点用处 这东西懂吗 前阵子我看了一个视频 他说叫一个女生 在北京读大学的高考 排名前3000名的 叫她去报一个 什么乡谈大学的数学系 他把我震惊了 不要就张雪峰 张雪峰这种人 他以后这个接片 会有人去骂他的 这些东西 没有必要去听计算机 数学是一个 他妈多么古老的专业 有人类的时候 有埃及尼罗河的时候 就有数学 数学就是数学 数学不是数学以外的 任何东西 就跟你们讲 数学学的好 数学学的好 确实靠智商 我说说学的好 一定学的好 是靠智商 而且智商是 或者十万里挑一的智商 智商筛选器 对 为什么很多数学出生的人很牛 因为筛选出来的人 十万个人里就出来你一个 你当然是 你当然可以干什么都好 你学吃吧你也可以成功 这个没有用 你不是筛选出来的这些人 我告诉你 我就直接下个定论 就是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厦门 所有数学中也都是垃圾 包括复旦的 复旦数学系没有出路 但你这个是 你这个说复旦没有出路 你以为是外网吗 要内网的时候说你 他们也相信这一点 你真的问了复旦大学数学系 你们学数学有用吗 学数学有出路吗 他们就告诉你没有出路 他们说是不是就是去某些 往低一级的学校去当老师 是 但那种就很差劲了 比如说当一些二本院校 当老师这种 不是复旦大学数学系 去二本院学校当老师 你先到美国读数学系来 我告诉你 美国你进不了前三十的学校 读数学系 你就完蛋了 这个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性 数学这个东西层层筛选 我先读本科 然后读博士 然后做博士后 你他妈你复旦大学数学系 你到美国多少学校 凭什么给你留位置 复旦大学是他妈什么垃圾 我美国这么多学校的数学系的学生 还打算做研究呢 凭什么轮到你复旦的学生 你是个什么东西 是什么垃圾 人家只看 只要清华北大的 复旦的好 靠边站 你要不就GPA非常高 要不然 就是你 没有办法 很残酷 数学是个全人类的一个游戏 一个竞赛 你复旦大学在中国 复旦大学很牛逼 到了美国 复旦大学是什么东西 我只认识北京大学 我真的只认识北京大学 我除了北京大学 我什么都不认 你听我说完 不要打断我 我只认识北京大学 我北京大学以外 我什么都不认识 MIT 哈佛 那些普林斯顿 那些导师们 就是这个样子 我北大里面的人 我就告诉你 北大进MIT 哈佛 普林斯顿 斯坦福 可能一个学校就那么两三个 北大一个数学 一个学院里 一年级有两三百人 能进几个去好学校的 没有多少 还轮得到你复旦的 你复旦 是个什么东西 懂吗 这个东西 比如说美国排名50名左右的学校 复旦可以去 去完之后 你就发现 你做博士后的时候 博士后是十进一 博士后十进一 那你这个学校的 就基本就毁了 你就开始找别的工作去了 所以张雪峰讲这个东西 不要信这个东西 数学 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东西 中国人 因为知识水平 智力水平比较 认知水平比较有局限性 所以说你对数学这个东西 就天生有膜拜崇拜 要对他有清晰的认知 学过数学的人这么多 他们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数学没有用 数学没有用 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某一个人 两个人说的 是中国 他们每年几千几万的学数学专业的人告诉你 他们四年学完数学了 告诉你数学没有用 你知道吗 每一年几千几万的人告诉你 学数学没有用 你还觉得数学有用 学数学 多连数学思维 能干这能干那个 人家告诉你数学没有用 我他妈撤自己大嘴巴 我要学计算机多好 我他妈吃饱撑了 我学数学 人家告诉 这是人家理学话告诉你的 所以好多东西 我跟你们讲不明白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看 今年上海半导体 复旦大学的什么电子 微电子这些专业毕业生 现在能拿多少钱 你看一看 国家172737 大量的钱涌入市场 可以把你的身价抬高一高 这个钱过去了 现在上海半导体 那些骗国家补贴的 那些半导体工资 招不了人了 发不了一年30万40万的工资了 你看一看上海现在半导体 电子芯片行业的这些人 赚多少钱 你看一看去 国家2011年2022年2023年 给你烧钱 你就理所应当地认为 我值这么多钱 懂吗 所以我这个问题 我也不跟张亚峰聊了 也不会跟你聊 半导体微电子 我告诉你 202221年2022年2023年 有一波半导体 特别牛逼的一批公司发offer 有一批人拿30万40万 拿60万70万 拿100多万 我告诉你有这么一批人 为什么 因为公司融了钱了 公司从国家那融了 融了2000万 他当然要招一些比较牛的学生来 来去做这个活 国家融的钱 他花完了 他现在商业模式没跑通 产品没有卖出去 公司要裁员了 这是最未来一两年两三年的事情 懂吗 hy行 悲伤